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脑族太专注于紧盯萤幕 使得眨眼次数也跟着下降 正常一分钟大约眨眼15到20次以上 眼一眨 浸出泪水滋润眼球 但根据国外对电脑工作者的调查 专注萤幕时眨眼次数会从每分钟22次降到7次 国内调查发现有时会更少于5次以下 加上办公室环境多半密闭公调 更加速泪液蒸发肝炎症状恶化 研究曾为1万多位平均年龄30岁的 新竹科学园区电子星位做视力检查 结果发现长时间近距离而耗眼力的工作 对他们的眼睛造成极大伤害 有高达4成 约4000多人的受视者 近视超过600度 是高度近视 比起台湾平均三成人 有高度近视 多出了一成左右 那这些高度近视的人呢 发现有高达5成5 大约2000多人 合并有视网膜病变 那4成1呢 就是近有1700人 更罹患了高眼压或青光眼 依此情况估计呢 约有100多位的科技星位 如不及早预防和治疗 那二三十年后呢 可能会有失明 生活陷入了黑暗 更严重的是 这些患有眼睛疾病的科技星位 只感觉到自己视力衰退 模糊 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曝露在 失明的危机中了 那日本一项研究也发现 近视的上班族 如果长时间使用电脑 与青光眼有关的视野 不正常的几率大增 则是由于四神经受损而引起 并会造成视觉盲点 所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 除了满足我们本身的欲望之外 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哦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 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